国庆假期 许多游客选择在海南旅游度假 10月1日至4日 记者在海南多个景区点特色项目走访时发现 无论是本地民众还是外地游客 旅游消费人群口味需求正发生着改变 海南旅游市场提升服务迎合新变化 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提供的数据显示 10月1日至3日 海南全省接待游客达229.8万人资 民众游客在海南景区景点选择上 多考虑风景人文加娱乐性 儿童参与性 去免税店购物成为吸引岛外游客 来海南旅游的重要因素之一 多元化的夜市成为大家的新宠 只有大人和小孩一块玩才能高兴起来 要不光大人玩小孩子不高兴的话也是不行的吧 我觉得应该会 毕竟咱们国家可能这边应该是第一个吧 然后宣传的也比较到位啊 也是像女孩子过来肯定会逛这个的 像您今天过来这逛的时候也逛自己的钱 陪我媳妇啊 从1号到3号嘛我们这边的日均的人流量呢 有8000到1万人这样子 比平时呢都有60%的这个增长 营业额呢也有将近60%的增长 海南许多景区点 为吸引游客的到来 举办特色活动 新增娱乐项目和设施 并推出优惠的套餐组合 旅游从业者认为 传统单一模式已经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 多元化的发展才能迎合民众游客口味 一方面嘛这几天呢我想就是一个绝佳日嘛 大家都会出来一个消费 另外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多元化的一些 这个这个业态就是包括这种设施 针对这种客群的一些消费观念的一些改变呢 我们公园也在不断的一些做一些创新 我们最近新开的一个那个火山口亲子乐园呢 就是针对我们的家庭游来打造的一个 三到十六岁适合游玩的一个拓展项目 我在这里买了免税的东西 同时我还能享受到别的附加的一些服务 包括他周边的一些服务啊 还有他的那个综合体带来的这些东西 我相对来说会更吸引人吧 海口市旅行社协会副秘书长孙向涛表示 随着时代发展 旅游客群消费习惯的变化 海南旅游市场正在悄然改变 对于旅游产品的打造增设顺势而行 因为我们的旅游客群的旅游消费习惯 它随着它的生活水平和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 它在发生着改变 那么我们海南的旅游业 无论是景区也好 还是我们旅游社也好 那么我们都应该随着市场的变化而改变 那么我们应该为海南 甚至为全国的游客提供更多硬化的产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